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本小册子呢 这本罢工与作战 在直攻国际的时候我就看过 书里面讲的是 欧洲的赤色反对派 是如何搞垮黄色工会的 与中国的国情毫不打紧 与现在的战争形势更是毫无关系 所以我的意见是 不应不放 这个 既然伯果同志明确说了 我们是不是应急办 有这个实践和纸张 全部用到支援前线上去 中午吃完饭 我们到贺树那里 看看他的手雷造得怎么样了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情况 十九陆军是战前 刚刚驻访上海的 对市区的情况很不熟悉 打这样的巷战是很被动的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建立一支 工人情报队 帮助十九陆军掌握街道楼宇 和各处制高点 并且还要收集军事情报 好的 这种事情 最适合胡阿谋那些老上海来干 是啊 我们职工部就是应该在战斗中 锻炼工人 这个时候做比说重要 少点 快 跟上 快 跟上 小心 快点 同志 同志 同志快 坐 快 走 快 ну 快 到 还有香烟 这种香烟 工友们倒了七万多个 我们就让小鬼子 好好尝尝这高枝香烟的味道 威力还挺大 怎么样 厉害 兄弟们 抛家伙 来啊兄弟们 疯了 别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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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在 别打得手啊 上坤 少奇 你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 打过分 是啊 现在湖西罢工的四五万人 加上家属 还有扎北的难民 一共有二十多万 全靠各界救济的大工法维持着 好啊 这就叫办实事 只有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 罢工才能坚持得久啊 只是现在 资金实在是太困难了 虽然我们已经组织了 一百多个募捐队 还是远远不够啊 不能只靠借套募捐 我们要组织群众 去市政府 要求救济款和救济粮 另外 还要向那些社会名流和有钱人 劝券 少奇 可别说劝券了 昨天宋清凌先生托他的秘书 主动给我们送来两千元钱 好 结果在中央还引发了争论 说什么我们党搞得下层统一战线 绝不能通这些中奸势力搞调和 不同意我们接受这笔钱 那 那笔钱现在在哪里啊 还在我这里 舍不得还哪 这就对了 我们应该 把这些钱全用在大锅饭上 另外 还要写方感谢信 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 鼓励更多的所谓中奸势力啊 捐迷捐款 依我看 这大锅饭要坚持搞下去 你职工部主任都这样说了 我可就放开手干了 放开手脚 大干他一场 好 少奇 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次回来以后 有什么不对头的吗 什么事情不对头啊 你难道就没有发现 他们开会啊 商量事情了 都很少叫你吗 好 少奇 过来帮个忙 好 少奇 要我说 这杨尚昆的话 是话里有话呀 自打你从苏联回来之后 就没怎么喊你见面 几次大的决业 也没怎么喊你参加 你不觉得奇怪吗 本来啊 我没多想的 可共产国际 发指示店这种事 不当面跟我讲清白 却用通知的方式告诉我 这是会造成理解误差 和工作损失的 通知的方式就是表明 怎样通知你 你就怎样做 没打算让你 增加什么理解啊 什么发挥的 看你讲的 中央精神不结合实际的消化 怎么能做好工作 那旁人怎样工作的 怎样通知就怎样做 不可以吗 旁人 旁人 旁人还有很多不分事理 胡乱之行 白白牺牲通知的 难不成你也想让我跟他们那样 胡乱的 嘘 小声点 孩子刚睡着了 那还不是被你给弃着了 你被我弃着 我还不知被谁给弃着了呢 我知道 你从小就养成了 耗拽脑筋要私理 凡事都要搞个独立见解的习惯 还有你那个刘家老巫传承的执拗脾气 你是不会随大刘做事的 但是你这个跟头 跌得也太多了点吧 都从中国跌到了国外 难不成还要从国外跌回中国啊 少骑哥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讲 但我真的是为你担心 为什么你每次的意见 总是与旁人不一样呢 少骑哥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讲 珍妹 其实我也想过 很多话不要那样去讲 但是每次遇到事情 我看到的问题不讲出来 我真的控制不住啊 以你的脾气 你能控制得住吗 我也会忍不住啊 但是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 而你们处在领导的位置 说话 做事 都要顾及上下关系 讲究个分寸吧 好 那我以后注意 那你要允许我 万一以后搞完了 让我吼两句啊 那你也得允许我 在你做得过分的时候 提醒你两句 公平合理 一言为定 来 好 还是多装心 我们和西点没什么 但是啊 不能让尚昆的大锅饭 维持不下去 好 这个刘少奇 中央一再讲 目前的斗争 是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展开全面进步的大好时机 他偏要讲 革命还处于低潮 是防御性的 他是想干什么 到底想不想执行中央的指示 当今的中国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极其相似 十月革命就是利用了对德国战争的背景 一举冲入东宫 推翻了反动政权 共产国际 要我们抓紧武装暴动 就是看到了当前的这个历史契机 刘少奇两次到苏联 却连这点尝试都没有 卢富坦同志 你马上找刘少奇谈话 代表中央对他进行总的批评 并让他对是否接受中央的批评 当场表态 你知道了 少奇 少奇 方叔 顾阿芒 这个这个是吴松码头工友放来的 东洋鬼子又开来大小军舰师几条 我和你码头看了看 至少有一个师团的日本陆军抵达吴松的 看来这个仗要打大了 顾阿芒 赶快把这些送到十九陆军军部去 注意安全 好 说得了 快去 少奇 你看 廖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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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廖夫人 这不是 还记得我吧 这不是刘同志吗 对 刘少奇 在广州时 廖宗凯先生的纪念碑是你主持奠基的 是啊 真没想到廖夫人也来前线了 我们侄女是不是也在上海啊 在 在的 真没子 真没 来来来 快看谁来了 姑姑来了 您这是烧太君挂帅啊 你看你这张小嘴啊 还是那么会说 真没子 这廖夫人 什么时候成你姑姑了 廖夫人姓何 我也姓何 当然喊姑姑了啊 怎么样 这里的医旧药品还跟得上吗 不行 药品太少了 特别是缺少医院 还有 你看这天寒地冻的 好多士兵都还是单衣单裤吧 我马上去准备募捐 免布 免医 筹建医院 嗯 这样吧 保证啊 我这里呢正好缺一个会席 会办事的秘书 要不你就到我那里去啊 姑姑 我当然愿意去 但我有一个孩子 带着怕吵闹你 廖夫人 我给您推荐个秘书吧 来 她叫贺树 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文莫远熟 办事爽利 另外 她的太太也做过军队干部 正好可以到您的国难救护班 帮助您工作 军人夫妇 我这一下就找到两个 那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您 廖夫人 好 好 好 刘少席 中央要你发动士兵起义 同工人一起举行武装暴动 而你却把精力放在了搞义勇军 赶死队 救护队 情报队 支援十九国军 以及开办大光范上面 中央问你 你搞没搞清楚什么是党的首要任务 卢富坦同志 首先我就不同意 把中国今天的形势 同苏联十月革命相类比 列宁同志领导的十月革命 是经过漫长准备的 到了冲击东宫的那一夜 有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参加 而目前的中国呢 全国三百万产业工员 除去苏区与红色工会有联系的 只有三千人 仅占千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去奢谈向国民党夺权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认为 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不能只是坐在屋子里写佛经 那样的佛经 拿到群众当中去念千遍万遍 也是不可能险胜的 少奇 来 加点水吧 好吧 卢副坦同志 你的总批评啊 说服不了我 我还是直接给中央写信 表明我的态度吧 也好 我是矿工出身 就是个大老粗 我坐在你们对面 觉得谁讲的都有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好 你先冒进 我带过去 卢副坦同志 好 卢副坦 卢副坦同志 你听我说 这书你看了吗 看过 王明同志讲 你刘少奇老毛病不改 只能采取组织措施了 这是王明同志 刚刚从共产国际送回来的 并要求临时中央 按照上面的精神去办 王明同志还讲 党内以部分做工会工作的 同志为代表 存在机会主义错误倾向 要集中火力 反对这种右倾的主要危险 你清楚讲的是谁吧 清楚 但是 你先听听 同志们的意见 好 我先谈谈吧 上海事变以来 职工运动中确实存在 很多机会主义观点 必须予以无情斗争和彻底肃清 职工部组织工人义勇军 本身没什么错 错在哪儿 义勇军开到前线 应该夺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枪 武装自己 向反动政府发动暴动 但职工部却放弃了国际和中央确定的这一任务 每天就只是之前 在米袋子里兜圈子 这恰恰是中了国民党的阴谋 做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俘虏 赵容同志 目前职工部的刘统治 首先错在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上 这种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而且长期存在 表现为系统的 有理论的 又有实际的 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种错误 不容小觑 很明显 刘少奇同志放弃政治斗争 走到纯粹的公团主义 经济主义 米袋子主义 这种路线是和共产国际 与中央路线绝对相反的 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刘少奇 我正式代表共产国际 和中央政治局 对你做出处分决定 鉴于你主持职工部工作以来 错误的估计形式 忽略了政治运动 和严重的经济主义 陷入机会主义泥坑 而不能实现 国际交给的任务 决定 撤销你职工部部长职务 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为了教育全党 将在党的刊物上 公布你的错误 并展开彻底批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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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成坤 来 少奇 怎么又拿米来啊 这也不多 把工坚持了这么久了 总要想办法维持 拿着 你说这仗越打越大 难比是越来越多 光靠募捐劝捐 真是非常困难 是啊 我想了一下 我们恐怕 要与各个苏区取得联系 请苏区支援才行 这倒是个办法 可是怎么联系到苏区呢 还有啊 昨天赵荣来转了一圈 你知道他说我们是什么吗 他居然说我们是米太子主义 尚坤 看看 这些挨饿的难民 其实那些话也没什么 横直他是米太子在前 主义在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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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少邪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感觉脸色特别不好 啊 没事 我到前面转转 来 借过一下 正在打仗 中国人统统地跑来 你为什么在这里乱转 我住这里的呀 我 回来我看看 房子 房子 房子还在不在啊 你的车 我们的用 你的开车 开不开 不开打死你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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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这刘萱 就在水上 就带了 他在水上 这刘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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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于游泳 快走 来 来 来 为了胡阿茂 以及在这场战斗中 所有牺牲的同志们 赶一杯 现在想想 在这些牺牲的烈士面前 我们个人有时说些委屈啊 朕算不得什么 少奇 你去中央开会 是不是又背 朕妹 有件事 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讲 其实我那个职工部部长的职务 已经被撤销了 撤就撤吧 我已经习惯了 是不是又做检讨了 检讨了 但讲我的检讨啊 是学者似的 没有认识到错误的本质 还是和过去一样 既然你一直认为 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没有错误 为什么 就没有拒绝过一次检讨 其实我想过拒绝他 但想想 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阶段 就好像我们的毛毛 还在蹒跚学步 如果这种时候 我们个人不能有所克制 而是意气用事 那只会使我们的党组织 变得更加脆弱 甚至发生分裂 相忍未党 我们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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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不着这么大的房子了 去 勾谷同志 特科得到消息 日军在防守薄弱的 刘河一带突然登陆 十九路军 父辈受敌 恐怕很快会向南翔 珍如地区的第二防线推手 这十九路军如果撤退 会在上海的闸北等地 形成一段时间的真空状态 我们得抓住这个机会 立即发动武装暴动 先在渣北 建立巴黎宫设施的苏维埃政权 然后进行城市游击战 夺去整个上海 赵容 十九卢军不有几个秘密党员吗 命令他们 鼓动士兵 调转枪口 向准备逃跑的长官开火 发动战场起义 好 我这就找人通知他们 好 罗夫 你去通知江苏省委 罗夫带 你去通知上海总工会 辰云 你通知特科 所有人立即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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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好啊 好机会 太好了 规范国民党军法 规范国民党军法 建立苏维埃政权 建立苏维埃政权 夺取抗日战争战争战争 夺取抗日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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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多阻止一些人哪 就那么几十个人上进 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啊 可这已经是我们能组织的 所有人马了 不到实际中却不知道 工人们的状态十分缓散 而且组织斗争 工人们更加倾向于经济斗争 目前工运的形势 是防御性的 并没有形成进攻的状态 或许 打住 你简直是在背诵刘少奇的话呀 赵荣 你说 他这样讲对吗 博国同志 我的理论水平太低 比起你们这些刘过苏的 差得太远太远 我想 我想申请去莫斯科 你想走 你 你们 就眨北这么一战 就让你们这么泄气了 好 好 我想你 少綺 又討厭 怎麼了 又在想紮北的事了嗎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可是这饭还得照常吃啊 真妹 我真是吃不下去 为什么这些写的教训 一次又一次总是不能汲取呢 难道说不怕牺牲 就不用珍惜同志们的生命了吗 陈云 快进 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们有些很重要的通知被捕了 哪些通知 主要是江苏省委的通知 和一些关键的秘密党员 这个随时太惨重了 少奇 在批评你的会上还没想明白 但经过扎北这惨灵一幕 我算看清了 你的观点和做法是对的 中国革命真不是吹牛皮讲大法 隔着十万八千里 瞎指挥所能群生的 现在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交到我和赵蓉手里了 希望你能不计较中央的处分 帮助党 直接说 组织上要我做什么 中央希望你回到工会工作的岗位 但是考虑到白区的情况 一时难以恢复 打算调你去苏区 担任苏区全总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 去苏区 是的 好 我服从组织安排 到了苏区 也许能更好地开诊工作 陈云同志 刘少奇调往苏区 我可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 保贞同志 怎么了 不能带吗 不只是孩子不能去 总是让需要你也留下来 保贞同志 中央已经观察了你一段时间 你在工作中 作风大胆 泼浪 还十分细心 性格又非常地开朗和热情 中央打算把你留在上海 负责全国赤色革命 户籍总会的工作 同时 兼任营救部的部长 什么 让我负责户籍总会 是的 而且需要你马上投入工作 保贞同志 你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留下 我愿意做营救部的部长 好 这就好 但是让我做户籍总会的负责人 我怕担当不起 建议中央 另选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 做领导 敢干工作 怕当领导 我完全是从工作出发 实事求是 那这样 先做副主任 可以吧 走 少奇 怎么了 舍不得了 真舍不得呀 真伟 我真替你高兴啊 你这个九年党里的老党员 终于可以 独当一面地工作了 是啊 我这块 被你挡了很久的金子 终于要发光了 我怎么挡着你了 当然是你挡着我了呀 你看 我们这些女党员 都是被你们这些 当领导的大党员给挡住了 还有霞姐 也是被润知大哥给挡住了 开慧姐的牺牲 都快有两年了吧 是啊 快两年了 臣妹 呼机会的营救工作 是十分危险的 办公开地营救那些被捕的通知 每天都像是在走钢死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少琪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怕的 那么多像霞姐一样的先烈 都牺牲了 我何宝珍 也不是什么软捏巴捏的 大不了 就决于死动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那些被捕的通知 救出来的 我就佩服你这种啊 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你真该到苏渠去 当个女红军 但是真美啊 我们可不可以 也动不动着决一死斗啊 我很放心不下的 少琪哥 你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倒是你 我听说 去中央苏区 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 然后走一条 非常非常秘密的交通线 穿过广东 江西的白区 和国民党的多条封锁线 还要经过 十几个大小不同的交通辗转街 才能到达 这一路上 不知道要受多少苦 可是你这身体弱 又是肺病 又是胃病 我真不知道 你能不能扛得住 看你把我说的 我哪有那样的用啊 放心吧 这一路上为了你呀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为了我 你也要注意安全 嗯 到了苏区啊 我第一时间给你写信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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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